由陈坤发起的心灵工艺项目《行走的力量》第三季行进喜马拉雅于近日宣告尾声 陈坤与80余人的《行走的力量》团队正式回抵拉萨 陈坤完成珠峰东坡伽马沟环线的行走 本次行走路线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 8月11日从拉萨出发到8月19日回到拉萨 因高原雨季天气恶劣 这位行者最终在雨和冰雹的洗礼中将行程时间压缩至8天完成了全程徒步 回想起这三年的行走之路 陈坤感叹 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明年我们应该去哪里 每次行走对于我来讲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验 三年以前我第一次做自己的小团队 就做了第一届的行走力量 行走在拉萨 从甘丹寺去桑椰寺也去过林芝 第二届呢我们去了西宁 在青海的阿里马青神山走了十千九夜 算是一次很美妙的经验 那今年呢我们的路途和难度一下直接飙高了 到了喜马拉雅山脉 我现在最大的感受是我明年